補得很美,先一筆碗給大家看看 這些要怎樣? 補佬一樣在這裏 大家好,又是星星和大家吹吹水,星星是甚麼? 又炒麵嗎?看清楚,不是麵,是雪耳 當然是煲雪耳湯,今天又不是煲湯 除了雪耳,還有甚麼配料呢? 八盒,八盒,大約一手,三個人喝 還有一些去心蓮子,這包甚麼?圓肉 甚麼是圓肉?很多網友都知道,圓肉即是龍眼肉 這些龍眼肉,泰國的龍眼肉會比較出名,今次這些都幾美 星星,每次煲糖水都這麼多材料,又說補佬,哪樣是補佬? 補佬一樣在這裏,甚麼來的?核桃肉 倒些出來給大家看,這些核桃肉,相當靚 說明糖水,當然不少得,冰糖,冰糖落多少呢? 冰糖大約落半碗,因為圓肉有少少甜味 至於煲糖水的甜度,因人而異,今天三個人喝 大約煲2.5至3公升水 第一步,將所有材料用凍水浸完 全部所有,冰糖不用浸?冰糖不用浸 原肉浸了一分鐘後,將表面的污漬水倒去 接著再落泡水,雪耳浸到脹身後,改了它 今天這個糖水都很適合一家大小,有小朋友 考試前,有老人家,對保老滋潤特別有功效 雪耳不用改太小,改到一個手指差不多 這個芯就不要要,這些要怎樣?備用 雪耳準備好姿勢,這邊煲煲水有什麼作用 將所有材料飛一飛水,合桃,百合,去心蓮子 放進去,第一樣,放雪耳,去心蓮子放進去 百合,放進去,最後落合桃,將所有材料飛水作用主要是令 百合桃,這類型乾品在風乾過程中,都會落風乾劑和硫磺 都會有少少酸味,尤其是百合 合桃本身都有少少苦力味,經過飛水過程中,將所有不好的味道飛出來 要飛幾久呢?等它滾水,滾一分鐘,再洗乾淨 關火,放在這邊,進一步清洗乾淨,將緊如不好的味道洗乾淨 然後準備三公升水,倒入圓肉,將所有材料放入去 將所有材料放入去後,這個糖水要煲幾久?水滾後三小火,煲45分鐘 現在煲30分鐘,然後落冰糖,再煲15分鐘 沙拉間煲了30分鐘,現在怎樣?當然先看一看 這段時間,放冰糖落去,放一些秘製食,雞蛋 我吃糖水很喜歡落雞蛋,我自己吃,放一隻,現在煲15分鐘 下冰糖後,又煲15分鐘,看看有沒有樣 現在煲得很靚,筆碗給大家看看 清潤的蓮子,百合,圓肉,核桃,糖水便完成 蓮子百合滋潤,核桃補腦,喜歡吃雞蛋,如我這樣加雞蛋便最棒 家裏有小朋友,有老人家,這個糖水便特別適合 今次這個糖水便比煲桑記生茶便簡單些,易掌握些 大家有時間煲個滋潤補腦糖水和家人分享一下 今天分享到此為止,多謝大家看我星星的頻道 大家如果有什麼作品完成,可以上載我facebook 職人吹水的專頁,大家分享一下交流樂趣 喜歡這個糖水的網友,幫我分享一下,訂閱我星星的頻道 下個視頻再和大家吹個,拜拜 散熱的按鈕,按鈕,按鈕 個人在家,並為整個檢查可把開始 轉幹了小ان數,三個月,然後翻牌 多謝方,還要永遠,知道,這一幕... 感谢观看